生活版 女子先遭绑架拿出二百万 脱险后又被勒索 让你老公进监狱 让你们唐家呀 在咱们这地儿就抬不起头来 勒索者向女子爆料 称绑架者竟许她的账 波强公司是不是遇到经济上困难 跟你爸借钱来着 丈夫承认绑架 但拒不认罪 妻子的原谅能否为她脱罪 绑架真相 法律讲堂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天晚上六点钟左右 在当地的 飘区一栋别墅当中 冰棚满堂热闹非凡 大家推杯换盏 好不热闹 原来呀 今天是本地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唐宝山的六十大寿 这不在唐总的左边啊 坐着他的女儿唐娟 右边呢 坐着他的女婿郭强 亲戚朋友的又来了几十位 大家互相敬酒 来来来 唐总再干一杯 就在大家正喝在杏头上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呢 急促的敲门声 这女婿郭强呢 就赶紧走过去开门 这门一打开 愣住了 来的是几位警察 你是郭强吗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绑架勒索案 可能会跟你有关系 请跟我们走一趟 协助调查 什么 绑架勒索 一听这话 满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 唐总也十分紧张 赶紧走到门边 跟警察对话 警察同志 您是不是弄错了 我们家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扯上什么绑架案 哦 是这样 前这儿我们这儿有人报案 说您的女儿唐娟呀 被人敲诈勒索 我们正在调查 今天请郭强回去 协助调查一下 哎呀 警察同志 这报案就是我报的呀 我很清楚这事 你们不到外边去抓坏人 怎么反到我们家里 来带走郭强呢 肯定是有误会弄错了 警察没有再多做解释 只留下一句话 这事啊 等我们调查完再说吧 说着呢 这警察呀 就把郭强带走了 在岳父的六十大寿上 女婿被警察带走 原因竟然是绑架勒索 我自己的妻子 而岳父唐宝山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 这个消息一出 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两个月前 有一天呀 这唐娟呢 刚刚下班 还没到家门口 忽然感觉身边呀 窜出一黑眼来 她还没反应过来 头上啊 就被一个什么重物啊 狠狠地激了一下 一下人就晕过去了 后边发生什么事 她也不知道 不过等唐娟醒过来的时候啊 她立即意识到 自己可能被人绑架了 因为她的脸上蒙着黑布 浑身呢 被绳子捆着 自己人呢 躺倒在地上 唐娟怎么也想不明白 平常电视里看的那恐怖情节 怎么此时此刻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而且这脚步声 离自己是越来越近 这让唐娟心里呀 十分的害怕 身上直哆嗦 等到那个人走到她跟前 钉住脚步之后 唐娟就赶紧地哀求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 求求你们了 千万别伤害我 你们要钱 我们给你钱 这个时候 听见一个细细嗓音的男子 在说话 你还行 算你聪明 我问你 你爸就是咱们本地 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唐宝山吧 你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限他三天之内 给我赎金二百万 否则 你的命就不保 说着 这名歹徒啊 就给了唐娟一个电话 让他赶紧啊 给父亲打电话 要赎金 那边呢 唐宝山接到打来的电话 说是跟他要赎金二百万 起初啊 他还以为是遇到诈骗电话 可是再往下听 哎哟 电话那头啊 传来了女儿的哭泣声和呼救声 这唐总一听啊 立刻是头皮发麻呀 这心啊 缩成了一团 他赶紧的把李旭叫来呀 商量对策 想来想去 这唐老板觉得女儿现在呀 十分的危险 赶紧报警吧 就在唐总拿起电话 准备报警的时候 女婿郭强赶紧就阻止了他 爸 您想想 这些绑匪 他都是亡命之徒啊 是不是 您这一报警 万一哪个环节 咱没有顾到 这歹徒一生气 这唐娟就没命了 听完吕旭的分析呢 唐总觉得很有道理 两个人一合计 干脆不报警了 把所有的时间精力 放到筹集赎金上 很快二百万赎金凑齐了 按照歹徒指定的这个地点 给送了过去 赎金送出后 唐娟很快被放了回来 一家人的心 这才算放到了肚子里 脱险后的唐娟 本打算报警 但是父亲唐宝山 考虑到这件事情 对于唐氏企业的社会影响 阻止了女儿 谁知道 这事儿却不算完 几天后 唐娟又遇到了麻烦 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前 唐娟呢 加了个夜班 刚刚离开公司大楼 突然旁边 穿出一个长得瘦瘦的中年男子 拦住了他 你就是唐娟吧 我告诉你 这起绑架案的真相 你想不想知道 听到这话 唐娟停住了 他用眼睛 仔细地打量 眼前的这个男人 长得瘦瘦的 黑黑的 小三角眼 那你告诉我 究竟是谁绑架了我 原来啊 这唐娟的心里啊 一直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大家想啊 自己被人绑架了一次 已经是有惊无险 可是如果再被绑架第二次 怎么样呢 只有抓住这个人啊 自己才能彻底的心安 所以呢 唐娟其实一直呢 也是希望找到真相 眼前叫赵萍的这个男人 一看唐娟 对他产生了兴趣 倒卖起了棺子 行了 我不仅知道 谁绑架了你 我还知道他叫什么名 我还知道他在哪工作 我还知道他住哪 不过 这个消息 不能白白的告诉你 你得花钱买 你得给我二十万 什么 给他钱 一听这话 这唐娟呀 心里刚刚才有的一点信任 瞬间就没了 这唐娟呢 拔腿就走 不打算再跟他纠缠 一看这情形啊 这赵萍也急了 上去一把拽住唐娟的胳膊 就嚷出这样一句话来 我告诉你吧 绑架你的不是别人 就是你老公 郭强 什么 郭强 我老公 哼 我说您编谎话也编点靠谱点的吧 我们是两口子 关系好得很 他有什么理由绑架我呀 没有理由绑架你 我问你 你爸爸是不是一直瞧不起郭强 我再问你 前一阵郭强公司 是不是遇到经济上困难 跟你爸借钱来着 你爸也没答应借给他 是不是这么为事 听到这几句话 这唐娟立马就站住了 他身上啊 直冒冷汗 这人怎么对家里事这么清楚啊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唐娟呀 想来想去 不知道是该相信眼前这人呢 还是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呢 这照片呢 看到眼前的唐娟呀 这个脸色是很难看 他相信啊 此时此刻 这唐娟可能十之八九啊 已经开始相信自己的话了 他觉得火候也到了 接下来他就要求唐娟 献他三天之内给自己二十万 还扔下这么一句话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给这二十万 我呢就去报警 让你老公进监狱 让你们两口子分开 而且呀 还让你们唐家呀 在咱们这地儿就抬不起头来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这话 照片扬长而去 女子先遭绑架 脱险后再被勒索二十万 让你老公进监狱 让你们唐家呀 在咱们这地儿就抬不起头来 勒索者爆料 她的丈夫是绑架的幕后黑手 丈夫喊冤 称遭陷害 我带她一向都很不错 她偷偷在公司账上做手脚 后来就把她给辞了 二人究竟谁在说谎 女子父亲设计 让阴谋浮出水面 绑架真相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唐娟呀 听完赵平的话是半信半疑 心里呢也有些害怕 这前边刚过去一个绑架案 这眼下又来一个赵平的敲诈勒索 她觉得呀 眼下只有赶紧回去 跟父亲商量这事了 见到父亲唐宝山之后啊 这唐娟就把自己遇到赵平的事 一五一十的跟父亲说了一遍 这唐宝山一听啊 心里咯噔一下 没错 前一阵子这吕旭郭强啊 的确说她公司有困难 张口啊 跟自己啊 就借一百八十万 自己呢 也没有借给她 主要是担心吕旭啊 投资失败 后来呢 这吕旭也就没再提这事 可是这唐宝山心想 就算自己没给女婿借权 也不至于导致她要绑架自己的老婆吧 所以呢 这唐总琢磨来琢磨去 他觉得肯定是赵平这人呢 是个小混混 想拿这事呢 在唐家身上啊 弄点钱花吧 不过呢 这唐总是一个在江湖上经历很多的人 阅历很丰富 他觉得这事啊 恐怕还要再验证一番 所以呢 这唐总呢 就嘱咐自己的女儿 今天晚上回家以后 这样这样这样 这天晚上呢 唐娟回到家里 一开门 老公郭强啊 正在看报纸 唐娟呢 就假装呢 很随意的说道 老公啊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今儿在大街上啊 认识一叫赵平的人 他主动跟我打招呼 还说认识你 还说问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他干嘛不直接问你呢 郭强突然一惊 赵平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接着郭强又愣了一下 好像很生气的说道 这个赵平 我还到处找他呢 他以前啊 就是咱公司员工 我带他一向都很不错 可是没想到啊 他偷偷在公司账上做手脚 拿回扣 这事啊 让我发现了 后来就把他给辞了 现在啊 我还正找他呢 他欠公司的钱 我还得要回来呢 下次你要见着他 赶紧告诉我 听到丈夫这样一番解释 这唐娟心里啊 开始有谱了 难怪呢 这赵平对咱家事这么清楚 他本来就是老公公司的员工嘛 现在呢 因为被老公辞掉了 生气了 所以呢 想找个由头 在咱这弄点钱花 来报复一下郭强 第二天呢 这唐娟呀 就把昨天晚上跟老公的对话 告诉了父亲 唐宝珊一听啊 嗯 自己的判断还是十拉九稳的 这事啊 跟女婿郭强根本就没关系 就是这赵平啊 生气 所以呢 他找个由头 想在唐家呢 弄点钱花吧 再报复一下 可是这事任由不管的话 这赵平啊 不定在外面放出什么谣言 这对唐家来说 也很不利 想来想去 这唐总决定 干脆报警 让这家伙呀 在监狱里待几天 他就老实了 就这样呢 唐总最后决定 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到这个赵平啊 敲诈勒索 谁想到就在唐宝山报案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他大百言习 庆祝自己六十大寿的日子 警方居然上门将女婿郭强给带走了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 唐总和女儿唐娟赶紧给郭强请了个律师 去打探消息 这妇女俩啊 着急的等消息 最后呢 终于等来了律师带回的消息 但这消息却让妇女俩十分的震惊 律师说什么呢 说呀 经过公安机关的询问 这郭强啊 已经承认了 他自己就是绑架唐娟的幕后主谋 这赵平呢 也不是别人 是他找来的绑架案的帮手 原来呀 这郭强啊 一直经营着一家小公司 刚开始呢 还行 后来呢 他听说了一件事 就是啊 当地啊 有一个老板要转让出一个酒店 这个酒店经营效益还不错 只是因为这个老板啊 全家要移民 所以不得不转让 听说这好消息以后呢 郭强啊 为之一动 是啊 如果把这酒店接过来 自己经营 说不定就带动整个公司经济效益 就会好转 他打定主意以后呢 就决定去接这个项目 可是无论他怎么凑钱 始终啊 还有180万的资金缺口 这资金缺口怎么办呢 哎呀 借来借去也借不着 他想到了自己的岳父 当郭强满怀期待 跟岳父开口借钱的时候 没想到这岳父啊 是一口回绝 什么 借钱啊 200万 我告诉你 我没有那么多闲钱 再说了 你那公司怎么经营 他也好不了 我看啊 你就干脆给他关张了 到我这来上班吧 原来啊 自打郭强啊 跟他老婆 唐娟结婚 这岳父啊 就一直看不起他 到现在呢 这郭强开口借钱呀 岳父也并不看好 他的投资项目 可是这让郭强 是更着急呀 是啊 过去岳父就看不起 以后呢 这经济效益 一天二天往下 走下坡路 那岳父不是更看不起吗 这往后的日子 冷言冷语 他可怎么过呀 突然 这老袋里 闪出一条妙计 哎 我干嘛 不从我老婆身上 弄点钱呢 我找人 把老婆一绑架 再跟岳父开口 借点钱 这事不就成了吗 他一打定主意 当即呢 就去找他的下属 同时也是他的好哥们 赵平 这赵平平常跟郭强啊 关系不错 俩人啊 经常在一块 吃饭喝酒 当郭强说出自己的计谋之后啊 这赵平有些害怕 我说 郭总 这怕不成吧 这万一 要是他报了警 咱俩啊 拿不着钱 还得进监狱啊 你放心 他们唐家呀 就这么一宝贝女儿 我算准了 那唐小爷子 绝不敢报警 你到时候打电话 要钱的时候啊 这话呀 放狠一点 他不敢的 等到时候啊 拿了钱 咱一接过酒店 我不仅给你二十万的酬金 另外 我还让你当酒店的副总 你想想 那时候咱就过上好日子了 这赵平呢 一看 有这么多的诱惑摆在面前 当即决定 听而走险 就跟这个郭总 一块干了 丈夫与人合谋绑架 妻子得到赎金两百万 他们唐家呀 就这么一宝贝女儿 我算准了 那唐小爷子 绝不敢报警 妻子父亲要求严惩 妻子却选择原谅 这种事都干得出来 后半辈子就让他在监狱待着吧 受害者的谅解 能否换来法律的宽容 丈夫最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 绑架真相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拿到赎金之后啊 这酒店呢 也就接过来了 这生意呢 也开始盘活了 可是啊 这郭强啊 一下把弄来的钱呢 都投在了酒店项目上 只给了赵平酬金啊 五万块钱 剩下的十五万呢 不管赵平怎么催啊 他就是推三阻四的 一直没了下文 这赵平呢 倒是如愿当上了酒店的副总 可是呢 他心想 你郭强不给我钱 那我有办法呗 我从公司账上弄钱 可是这赵平啊 从公司账上做手脚 拿回扣的时候啊 又被郭强发现了 这郭强一生气 就把他给辞退了 这对哥们啊 就这样老掰了 被辞之后的赵平啊 是越想越生气 好家伙 当初你找我帮忙 这么危险的事我都干了 如今您是过河拆桥啊 行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绝对不让你好过 这赵平呢 就偷偷的找到了唐娟 想把自己的知道 绑架泪目的这事呢 在唐娟身上啊 敲诈点钱花 可俗话说的好啊 这螳螂蒲蝉啊 黄雀在后 郭强呢 他是万万没想到 赵平离开他之后呢 会瞒着自己去找唐娟 想敲诈钱花 而对赵平来讲 当他向唐娟敲诈的时候 他哪里想到 人家唐老板会向公安机关 去告发自己 这样一来 随着公安机关的 一步步的调查展开 这赵平和郭强都被采取了强制措施 很快公安机关呢 就以郭强涉嫌绑架罪 赵平呢 涉嫌绑架和敲诈勒索 两个罪名提起了公诉 这个时候啊 律师呢 倒是挺慎重 反过来呢 再问唐家妇女 说现在情况查明是这样 你们还决定继续聘请我 为郭强辩护吗 这唐总一听啊 是大发雷霆 拍着桌子就喊 这个畜生 这种事都干得出来 还给他请什么律师啊 后半辈子 就让他在监狱待着吧 看着大发雷霆的爸爸 唐娟却沉默 郭强绑架自己的行为 虽然可恶 但是他毕竟没有真的伤害自己 而且自己肚子里 还怀着他的孩子 难道真的要让这孩子 一出生就没了爸爸吗 他究竟该怎么办呢 这唐娟呀 想来想去心一软 就告诉这个律师 还是继续为郭强辩护吧 他心里期待 这郭强啊 可能真的只是一时糊涂 真的没有想 伤害自己 很快呢 就开庭了 这天呀 旁听席上 坐了不少人 唐家妇女也都来了 公诉人呢 发表了自己的起诉意见 大家觉得呀 郭强肯定就得都承认了 但没想到啊 这郭强啊 还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我不承认 我这是绑架 我只是和赵平 和谋啊 演了一场戏而已 我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伤害我妻子 是吧 因为我跟我岳父借钱 他呢就不借 逼得我没办法去跟周围的朋友借钱 我借钱的时候啊 我这朋友还都说呢 说你放着个有钱的老丈人不借 干嘛跟我们借钱呀 我也要面子 这一被逼急了 实在没辙了 想了这么个方法 在我的想法里 我只是啊 借这个机会 跟我岳父借点钱而已 那怎么能算是绑架呢 听到郭强的辩解 这公诉人立即反驳 被告 我问你 你们是不是从头到尾 实施了绑架唐娟的行为 而且的的确确 拿到了二百万熟军 我告诉你 法律不会因为 你不认为这是犯罪 你认为这是借钱 你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策划 并且实施了这个绑架行为 郭强听到这儿 当即回答 没错 这我承认 这事我是干了 但是 我绑架唐娟要来的钱 花在我自己身上啊 当时把酒店盘过来 经济效益好了 这钱也用在了我们家庭 也用在了唐娟身上 您看这外边一般的绑架案 有哪个绑匪把要来的钱 还花在受害人身上呢 这能算是绑架吗 郭强的话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 这场绑架案毕竟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 很多旁听的人甚至认为 这就好像是钱从一个人的左边口袋里掏出来 装到了右边一样 这究竟是不是反罪呢 那对郭强来说 他在法题上的那番辩解会不会影响绑架案的定罪量刑呢 的确 郭强遇到的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 我们看到他绑架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亲人 的确这绑架款也没有完全的挥霍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这郭强和赵平啊 的确从头到尾啊 实施了绑架行为 这种绑架虽然对象有特殊 但是法律不会因为绑架对象的特殊性 就认为不构成犯罪 还有郭强反复辩解 说那二百万呢 用在了夫妻的共同的身上 而不是他一个人花销 那么我们认为 在绑架罪里面 只要他实施了绑架行为 的确通过暴力方法 通过胁迫他人 拿到了这二百万绑架款 这个绑架行为啊 他就已经完成了 而不去在乎这个二百万具体用到什么地方 唐家妇女在法庭上 听到公诉人和郭强的这番对话 他们感觉心情好一些了 为什么呢 因为透过郭强的回答 能看得出来 并不是他的本质有多坏 他是急于啊 挽救公司的经济危机 急于弄到钱 用错了找钱的方法 而且他真的没有想伤害妻子 唐娟的任何想法 就这样 父女俩呢 决定呢 要开始原谅郭强 当法官询问受害人 唐娟 对这个事情表个态的时候 这唐娟呢 说道 法官 我想明白了 就算我老公是真的绑架了我 我也要原谅他 因为今天我才弄明白 他之所以这样做 他是想改善我们的生活 想让公司渡过难关 想让我爸爸看得起他 他只是太着急了 我相信啊 他只是一时冲动 我希望法庭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给他宽大处理吧 听到妻子这番话 此时的郭强羞愧的抬不起头来 在庭审结束的时候 郭强即将被带出法庭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妻子 他似乎想说点什么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而妻子唐娟突然站了起来 大声的说了一句 郭强 你安心的去服刑吧 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回来 一听这话 两个人都流泪了 一周之后 法院对此案正式宣判 法官认为 郭强构成了绑架罪 而赵平的行为构成绑架和敲诈勒索 两个罪名 考虑到郭强认罪态度较好 并且提前返还了200万绑架款 受害人唐娟呢 也原谅了他 因此呢 从轻判决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对赵平呢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当法官宣判之后 郭强当即表示自己不会上诉 他对自己法盲的行为感到无比的后悔 他当时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的去服刑 好好的去改造 争取早日回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他痴迷偶像 却被偶像迷晕后侵犯 我真对不起你 你就做我的女朋友吧 他忍气吞声 谁知道一重施 又将他的女友遭她 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分手吧 老子不说分手 你敢谈分手 他和女友同样受害 缘和女友是原告 而他却站上被告词 恶魔男友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